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几分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终于收盘占上了11000点 收盘上涨了37.97点 收盘指数110025点 涨幅0.35% 不过成交金额反倒萎缩到4个月来的新低 1109亿元 OTC市场则是下跌了0.29点 收盘指数143.47点 跌幅0.2% 成交金额是340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证券分析师兄维杰 维杰台北股市昨天第五度的挑战11000点 终于挑战成功 而且外资也又转成了多方 不管现货或者是期货市场 所以占上11000点的台北股市 占不占得稳 尤其是今天美股 纳斯达克跟S&P指数都创了历史新高 对台北股市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尤其是在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的带动之下 我个人认为今天的台北股市 今天开高机会应该是蛮大的 不过在开高之后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在9点半之后 入股的开盘 因为最近中国大股市的一个表现 它的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 那昨天我们看到早盘的露股一度是冲高来到 将近超过一个百分点以上 可是在收盘的时候竟然是收在平盘附近 那么这个其实最主要是跟他们的这个货币政策 即将出现改变有关 这跟他们第一季所召开的这个 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工作会议的内容 包括像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施政方针的改变 有一些关系 就他们原本已经确定走宽松 但是现在因为经济有一些好转 他们似乎又要回到中性了 没有错 而且这个中性的部分 是有一点点转趋偏紧缩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 开始出现转变的同时 当然对于入股的影响会有一些转变 那当然对台北股市在盘中的震荡 就有可能会加剧 不过在收盘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最近这几 一两个礼拜以来 其实在台北股市收盘的时候 都会刻意把这个 这个指数往平盘附近去做拉抬 所以其实看起来有刻意 有人在这边做撑盘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在台北股市的表现方面 在技术面我们还是 看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强势 那么强调月线仍然是 台北股市强弱的这个支撑的观察重点 那所以其实在月线没跌破之前 台北股市应该不容易出现一波 比较明显的回档 那当然从结构上面去做观察 刚刚凤英有提到 在成交量的部分 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快速 缩小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目前的月均量水准 大概是在1,120亿的附近 可是最近这两天的成交量 大概都在1,000亿附近而已 所以其实在成交量明显缩小的同时 其实也可以解读成为是市场上 对于美国的这个超级财报州即将到来的一个观望气氛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美国股市的创高的确是还蛮不错的 那要特别留意到的是美元指数的再创波段高点 其实会吸引到全球的一些相关的资金回流到美元资产当中 那我们看到昨天晚上不只是美股 甚至连美债也都出现了上涨的一个状况 股债双涨 对 好强 对那代表美国股市其实它的吸金效应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当然这个跟财报的公布的结果是有关的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原先公布标普500大企业当中有104家是已经公布 那其中有78%是优于市场预期 或者是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其实公布出来的财报结果都还不错 没有像原先市场预期的这么糟糕 所以其实在指数上面就相对表现比较强劲一点点 那么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比较有影响的应该是下个礼拜 4月30号要公布的这个苹果的财报 那它公布的财报是第二季 虽然它写第二季 不过它的第二季就是我们的2019年1到3月份的这个财报 对对对 他们是从10月算这一季的算这个年度开始 他们的这个会计年度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这个苹果的财报内容大概市场上应该有所预期 但最主要是他们未来对于下半年的财务预测会比较重要 尤其是在苹果新手机的销量的预期会影响到台北股市这些供应链在下半年的一些行情 所以其实今年的台北股市的结构其实有一点点 它上半年外资的买盘的结构是有一点点类似像2017年的第一季到第二季上半许的这样子的一个买法 也就是一路买一路买一路买 可是呢在第二季下旬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在2017年 外资就是买盘力道开始退缩 然后呢台北股市就呈现一个大区间的震荡整理的行情 而在这震荡整理的行情当中外资的这个持股就会开始减退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虽然外资都还是持续站在买方 可是当买草的这个金额持续扩大的时候 当然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是潜在台北股市的一个卖盘的力道 所以你现在担心如果只是外资一路买上去 当它一反转的时候台北股市以过去的经验修正的幅度也通常还蛮剧烈的 对因为过去2017年他们就是台北股市的这个中卫经济变的数据 其实是都在成长的一方 可是今年的台北股市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就目前公告出来的一些数据都是明显比较偏弱 尤其是最近公布出来的这个外销的出口订单 然后跟第二季的一个表现的预期其实都不会太好 那我们会担心的是当这一波买盘力道开始退缩的时候 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这个表现 那另外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台积电的法术会 绝对是一个洞见观瞻的一个指标 那么从台积电法术会的内容我们去推算 它第二季所公布出来的这个财务预测的高标 我们用这个高标的数字2360亿的标准去进行推算 我们预估按照台币计价的这个今年台积电的营收 仍然有可能会出现2%的年衰退的一个表现 所以其实台积电好像他们的这个整个营收状况 在今年会出现一些停滞的发展 不过他们不是预测第一季可能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 对 下半年会足迹转好吗 对没有错 现在其实台积电的整个财务预测的模型 它还是在去按照去年的发展的模式 也是同样 它还是足迹攀升 都是季季高 按照这样子的模式去做预测 在今年也是最好最好的情况是 表不齐跟去年的营收是一样 所以就是等于是零成长 所以其实现在很有可能市场对于科技业的预期 都有点太过乐观 那现在目前台积电的股价都维持在历史的高档附近 那么价格都是仍然比较偏贵 它的本益比大概是落在16到20倍的这个区间当中 那过去台积电在高速成长的期间 其实它的本益比区间是只有12到16倍之间 所以其实很明显在台积电所处的这个产业 高速成长的时候 它的本益比才12到16倍 可是当现在台积电所处的这个产业的趋势 在放缓甚至有点衰退的时候 它的本益比竟然往上跳了一个区间 来到16到20倍 所以其实为什么过去这一年半当中 外资针对台积电长期来看都是站在卖方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偏高 那虽然说未来台积电它在配息的部分 是配了都10块钱 那如果以现在假设台积电 我们用265块去做买进 那可能未来要透过配息的部分 26年才有办法回奔 那中间如果说台积电的股价进行回档修正 长期来或说长期如果要去做定存股的这样 用台积电做定存股这样投资的投资朋友 可能在这边就不适合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因为中间会有一个叠价损失 然后会遭受到一些 这个投资的金额上面的一个减损 所以虽然现在看到说台积电不断的冲高 那么你却提出了台积电必须要居高思维的一个说法了 因为从这个长期台积电的产业的发展来看 它的确是有放缓甚至有点衰退的现象 那么是从台积电一般来说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业 那如果说它的产业趋势一旦出现改变的时候 那么其实就算它的股价在冲高 我个人认为也不会太久 或者是甚至维持是一个常态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那台积电的股价表现会影响两个市场 第一个是科技产业的一个表现 很有可能在现在的预期都比较偏乐观 第二个就是台北股市的指数表现 那如果未来台积电后续回档的机会是比较高 那么对于台北股市的指数表现来讲 当然压抑的这个机会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么甚至在最近的盘面上的结构当中 我们特别有留意到过去在台北股市这一波 从第一季往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 领先上涨的是在中小型个股当中 那可是最近在盘中OTC的指数也好 或者是这些领涨的这些中小型概念股 基本上在盘中的震荡幅度都比较偏大 大盘现在是优于上跪的 对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资金 要从中小型个股转到全职股 那其中特别要注意 可能出现转折的中小型个股的产业当中 我们特别留意到在光学镜头 二三线的光学镜头的个股 甚至在LED PCB 或者是市场上最近在讨论比较热的这个天线 或者是在散热的出群 其实在最近这两天都明显的出现 转弱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当然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一定会比较先偏向中小型个股 因为涨幅是比较偏大的 可是在偏大的同时 来到这边不管是上跪还是上市 指数都已经来到了相对比较高档的位阶 是不是要留意一下追加风险 甚至在这边可能我们要反向去思考 是不是要在这边把自己的资金水位给控下来 我还是提醒大家 在整个台北股市反弹来到历史相对高档的这附近的时候 持股水位大概是要维持在五成以下会比较安全 因为未来可能在面对下半年 中国大陆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 会不会FED也开始出现改变 这个都是市场上比较没有预期到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盛防的就是当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所造成市场上面的一个波动 进而造成自己手中资产的一个减损的风险 所以韦杰还是以一个相对保守审慎的态度来看待 这一波的台北股市 虽然它击涨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现在看起来也确实有很多的空手的投资人 觉得很心慌对不对 想要追 怕被卡空手 对对对 那如果是卡空手 那你说至少要留五成的现金在手上 那如果真的手上完全没有已经来到一万千点了呢 真的不用紧张 我还是再一次强调 如果台北股市真的未来有机会回到长多的架构之下 如果台北股市接下来 它回档来到季线这附近没有跌破 那么就是我们拖断长线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的时间点 所以还是要耐心 对要耐心要耐心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施永伟杰 谢谢你 好我们的我把我打开 那不是这种结果我 在你的上ду 是新闻的 在我身边的上温没有 这是有烟度的一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